今天早晨,张希雨在微博开出一组求婚登记照,宣布结婚了,佩文晨,我是个任性的人,这一路跌跌撞撞的走来,发现人生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。 我曾经想过,如果我嫁人了,一定不是因为年纪到了,更不是因为彼此条件适合,只有一个原因,嫁给她,嫁给爱情,而张希雨的结婚对象也随之曝光,是综艺节目《骑兵神犬》中的和解教官,据悉两人应该节目结缘,和节目前是上校警衔,武警特战指挥员,武警特战队员,武警警官,海外警卫队员。 多年前看电影《圣者为王》,对落落的一般话印象深刻,我一直渴望着,有一个爱我的人,陪我走完一生,我相信那个对的人他有一天,一定会接收到我的讯号,只要我愿意等,我们的一生会遇到接近三千万人,可是遇到与自己完美合适的人,概率低到不行经常,也有人这样问我,一个人的一生这么短暂,真的能遇见真爱吗? 我觉得,你要相信年轻的时候,我们总以为自己会爱上一个可好了样子的人,但感情这种东西谁也说不清的,可能前一刻你觉得自己要孤独到老了再下一个瞬间,你就遇见了那个人可能连你自己都没发现这一切, 你觉得他没有你想象,钟,那么帅没有那么温柔谈吐,或是迷人眼神但他就是这么悄无声息,都走进了你的心里,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正的缘分其实就是这样,就是你遇到一个人,你觉得对了,就是他了 接着说好,那么温柔调帮助 要繁 PoE,得死,跟从两千万人的二千万人的一切剩 unter 那么多一千万人的一切剩下的身崩力